嗨大家好,我是小谢,今天给大家分享10件疫情期间可以在家做的事 那小谢的坐标是在新加坡,我们这边从4月7号开始除了一些必要的服务型场所还在营业之外 其余的工作场合都是要求员工在家上班了 那4月8号开始呢,所有的学生都是在家上网课的 所以现在对于大多数的新加坡家庭来说,基本上都是全家人一整天都待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目前虽然是10天而已,但是很多人估计已经呆疯了,呆不住了 很多人都憋不住了,都往外跑 那我个人的话呢,一直都是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家尽量呆在家,不要外出 尽量就是有什么就需要什么,积攒一下之后再一起去买 不要每天都出去这样,那因为目前来说最近的话 新加坡的疫情进展其实真的不是太好 就是现在每一天增长的案例确实是蛮多的 虽然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付出非常大的人力物力在努力控制了 但是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听话 一点都不配合,政府每天开出去的罚单都有很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由就是我这个视频呢 能够得到一些在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样一些灵感 希望大家可以学起来在家里面多多开发一些新的项目来做 就是不要总是往外跑避免就是感染上病毒 那提到疫情宅在家可以做的事情呢,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说可以在家煮饭啊 追剧啊,玩游戏啊,就是在这个期间不是朋友圈就是开始涌现出了很多很多大厨嘛 就是每个人都在晒自己做的菜这样 然后男生可能就是玩游戏会比较多 女生的话就是追追剧啊之类的 仅仅仅就是这样子而已了嘛 那我今天呢就是分享这十件可能有一些是你没有想到的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灵感 第一个呢是看视频 那这个看视频的话呢 不是建议你就是长时间的去追剧啊 或者是看一些没有营养的娱乐节目啊 或者是一直刷抖音 这边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呢去看一些知识类的内容 比如说YouTube上面就有很多知识型的YouTuber 比如说老高于小莫啊 什么台湾的那个李克太太啊 或者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李永乐老师啊 之类的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类型的YouTuber 那你就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的知识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还有历史知识啊 还有就是一些冷的冷知识啊 之类的就是你至少看完这些视频之后 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能够了解到一些你以前不了解的一些内容 我是比较习惯喜欢看这些内容的 那我也会看一些技术类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开箱啊测评类的一些节目 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工作的关系 我还比较喜欢看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你会掌握一些目前新产品的动态 那就不至于比如说自己在买产品的时候会入坑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还会看一些比如说理财类的节目 像有些是讲股票的 那如果说你要是对股票不是很感兴趣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看一些普通的理财 节目教你就是怎么样做个人理财 做这个家庭理财的 什么三个罐子理财法 什么六个信封理财法呀 还是什么信用卡理财法之类之类的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类型的YouTuber 只要你去搜索就有很多很多 那YouTube就像一个浩瀚的汪洋大海一样 它是一个知识的海洋 就是真的是看不完的视频 所以就是你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 第二个呢是整理家 那这个整理家呢可以包括 比如说整理你的衣柜呀 去断舍离一些自己不怎么喜欢的东西 只留下一些让你自己怦然心动的东西 除了整理衣柜之外呢 你还可以就是去好好的看一下厨房这边 因为厨房可能有很多的抽屉呀 或者是很多人习惯把很多东西放在外面 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那大家就可以呢想一想 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 给它好好的收纳一下 那包括很多柜子呢 其实最好是做一个防水的处理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柜子不是木头的柜子吗 那你最好是就是买一些那种 就是透明啊 或者是就是那种就是那种防水纸 防水的塑料纸 像我当初搬家的时候为了尽快搬进来 我是买了很多那种塑料纸 但是想要尽快的就是收纳完毕 我有些是很多抽屉是没有塞那个防水纸的 那最近在家很有时间了 我就把那个防水纸拿出来好好的剪裁 然后呢把每一个抽屉都给它铺上 你还可以去擦洗油烟机呀 灶台呀 那个洗水池啊 之类的就是去清理一下这个卫生死角 包括你的淋浴间 其实你在冲凉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刷子 一边冲凉一边就给它刷洗干净了 包括洗手台那边的 四个边边的那种缝隙里面 下水道里面 就是它那个下水有一个孔 里面你也是要把它拔掉 你四周围都给它好好刷一刷 还有就是水龙桶下面那个那一圈 都很容易藏物够的 就是要仔细仔细的给它刷干净 最后就是整个的厕所的地面 最好都给它冲一下 对就是有一些那种卫生死角 可能自己平时没有注意的呢 就可以趁这个疫情期间 给它好好处理一下 第三个呢是整理自己 那这个整理自己呢 就是说你在疫情期间呢 虽然是你可能会棚头垢面啊 可能穿的没有像平时上班那么正式 都是穿的家居服 但这不代表你可以一直邋遢 那我是建议大家呢 这期间也是要关注一下自己 不要就是整天一种棚头垢面的状态 展示给自己的家人 这个对夫妻关系也好 还是怎么样都不是太好的 那我是建议大家 男生的话呢 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踢踢胡子啊 包括可以自己就是学的拿那个 我看很多男生就是拿那个理发 那种推剪啊 就给自己理发 我觉得这也是练了一项这个技能啊 对吧 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就是 看看自己的眉毛哪边砸毛出来了 给它刮一刮呀 或者是自己的刘海长了 像我这两天刘海长了 就准备给它剪一剪啊 或者是如果说女生有那种 就是自备染发高 自己染头发的习惯的话 那这期间就可以把那种白头发啊 什么的给它处理一下 对吧 你自己染一下头发 或让自己老公帮忙染一下头发 那还有呢 就是可能身体给它彻底去一下角质啊 那个脸上也是可以给它 彻底去去角质啊 那个多敷敷面膜呀 像脸上粉刺 像在这个期间 因为不能够预约美容师给你做facial嘛 那脸上保养确实是很重要 你这期间就是可以 就是彻底去角质之外呢 你还最好拿那个粉刺针呢 给有一些那种赌的那种粉刺 给它挑一挑挤一挤 然后情敷面膜 那如果你有这个技术的话 也是可以像我这样子 给自己打了水光针 这样子等到你疫情过后 出关的时候 你依然光彩照 那个那是运动健身 那这个的话呢 很多人都推荐 因为可能我前段时间 真的是做正业副业 在一起做都挺忙的 就比较忽略这一点 体重也是挺增加的 那这段时间 相信大家很多人 跟我有同样的困扰 尤其是你疫情期间 每天待在家里 一桌点外卖 在家吃吃吃吃 这个时候呢 真的很容易涨标的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运动健身的话 真的是要提上日程了 你可以呢 就是做一些 在家里面 就是原地踏步跑啊 或者是 做这个平板撑啊 或者是跟 就是跟着那些运动健身 用的那些APP呢 去做一些 那些各种各样的 一些动作之类的 也是可以叫上孩子 老公一起 全家一起行动 一起做 女生在家里 练练瑜伽呀 拉伸拉伸呀 都是好的 总之的话 就是动起来 不要让自己 就是攒太多肥肉 第五点呢 是网购 那这个网购呢 就包括 你在家里面 用你的手机 或者电脑 去订任何 你可以在家里面 订的东西 最近的话呢 可能大家 就是在家订餐 会比较多 或者说在家里面 订自己家里 用的日用品会比较多 像我的话 最近迷上了社区团购 就是我们每个区 基本上新加坡 每个区都会有一个 这么一个 中国人的这种团购群 那团长都会定期 发一些广告 就是有些供货商 就是啊 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 那只要你购买 购一个金额 基本上都可以全导送的 那这些这个团购群 是非常好的资源 因为有一些东西 是本地的一些超商里面 是买不到的 那我最近就迷上了这些 就是团购 我就会给大家 家里面买一些什么 大包子 大花卷 大馒头 什么各种馅儿的饺子啊 然后买一些中国的一些蔬菜呀 水果呀之类的 口感都非常非常好 我已经爱上团购了 除了购买家里的日用品之外呢 你还可以就是去上网买一些 就是可能孩子的玩具呀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衣服鞋帽的东西呀 或者是电子产品呀 我看很多男生这期间 就是在家里面 因为在家办公嘛 可能也有比较多的时间 在家里玩游戏 所以呢 就网购了什么键盘 鼠标啊 或者是甚至买什么那种 就是显示器给自己的 这一系列设备给升级了一下 我最近又开始 开始淘宝购物了 自己想要拼一个地方呢 虽然是在疫情期间 但是淘宝海运的话 是没有停的 只是可能会稍微迟一点点 会慢一点点 但是淘宝海运 一直都是没有停的 我当然本地也有很多的 那种online shopping的网站 什么shopee啊 lazada啊 还有什么啊 这很多耶 Q10啊 很多这种网站 大家就可以就是去买了 买东西那种包裹来的感觉 还是不错的 就是有所期待的那种感觉 最近大家收包裹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收到包裹之后呢 一定要认真的消毒吧 第六个呢 是学习一门技能 那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段时间 疫情期间呢 可以发现朋友圈呢 有很多的人才 就是他们要么就是画画画的还不错啊 要么就书法写的挺好的啊 要么就是有些人会发一些自己的唱的一些歌啊 或者是发一些搞笑的视频啊之类的 就总之这些东西 你可以就是可能有些人从小就喜欢画画 但是这个由于工作之后啊 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啊 就把这个技能就落下了 那这段时间你可以就是捡起来这项技能 还是说比如说你一直都想 好好的学一下英文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时间尽下心来 好好背背单词 好好去跟着一些视频去学一学 对吧 你还可以比如说可以学一些那种 可以用那种视频编辑软件 像Final Cut Pro啊 iMovie啊之类的这种视频编辑软件 可以学一学什么 编辑一些视频啊 对吧 你可以把自己平时在家里面跟孩子互动啊 一些这种视频去啊 用作素材去剪辑一下 对吧 然后也可以学习Photoshop啊 这种就是去做那种修图 好第七点呢 是看几本好书 那看书这点呢 本来就是被列为我今年的年度目标之一的 那目前呢 是在有序的一个进行当中 在新加坡前段时间 就是沙当之前呢 就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 然后拖着行李箱 就是去囤 假期期间要看的书嘛 那如果你没有来得及囤书的话呢 那你家里面有什么书呢 你就看什么书 认认真真的去完成几本 有营养的书 然后你还 如果真的家里面没有这种书 没有书的话呢 你还可以就是去 用一些那种看书的软件 像英文书我看的不多哈 但是像中文书的话 有很多渠道 比如说什么 微信阅读啊 或者是QQ阅读 还有什么攀登读书 好多好多这样子的渠道 就是你可以去下载一些 很多免费的那种电子书 直接用手机看了 非常方便 我个人呢 已经是过了那种看言情小说的年纪 我对那些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比较喜欢看的就是一些理财类呀 或者是人生励志的那种书啦 或名人传记呀 什么经验分享 就这种这种一类的书籍 第八点呢 是做手工 那疫情期间呢 我也是发现了很多朋友圈的手工达人 他们会做出非常非常好的手工 那很多人呢 是跟着孩子一起做剪纸啊 把家里的一些纸壳子什么 给他剪一剪 做成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呀 又有娱乐性 然后又不用买玩具了 又省钱 然后还有一些单身的朋友呢 会去做一些很可爱的一些手工啊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 他呢 就是之前买好了一些那种空的透明的手机壳 然后呢 又买了很多那种小的零件 那种小的小部件 然后呢 就把那个给他沾上 就是做的非常非常卡外衣的那种手机壳 不止给自己做了 还给他的好朋友做了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是比较对那种小猪猪感兴趣 就是他可以把那小猪猪穿成 各种什么动物的形状 自己喜欢的一些形状 他都可以把它做成 所以就是类似这种的吧 就是动手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行动起来 就做 像我的话 我是那种手很笨的人 做不出特别好的东西 我就很佩服我女儿 她这一点就非常有天赋 她可以把一些什么破烂的东西 纸壳子什么的都给她 就是你只要扔给她 她就可以给你剪出一些很东西呀 然后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些玩具这样子 第九点呢是联系亲友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会觉得说 能很多朋友啊 就是好久不怎么联系了 那可能大家彼此呢都太忙了 然后就疏于联系了 你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 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去聊一聊 陈锋的友谊 有望通过这段时间 还可以给他重新开启 重温一下这样 像我的话我有很多当时比较好的大学同学啊 有些很多是在国内的朋友 那因为大家现在的成长轨迹 就是生活的轨迹都不一样了 所以就比较疏于联系了 那最近的话呢 我会跟这些朋友呢 都重新再建立联系 然后聊一聊当初的一些事情 聊一聊现在生活状态 真的觉得还不错的 就感觉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当初的那种那种友情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那你还可以就是去给自己长久不联系的一些亲戚 去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就是现在都是视频微信聊天了吗 就是跟他们去问候一下 看一下他们的近况怎么样 那疫情期间 大家互相关心一下 彼此问候一下 关心一下当地的一个疫情进展情况 也是非常有助于就是亲戚之间的这种 就是亲情的一个维系的 第十项是喝点小酒 这一项不是我硬凑进去的 是我最近在疫情期间发现的一个 让我自己身心能够更放松 让我可以睡眠更好的这样一个活动吧 就是我会在睡觉之前呢 会给自己倒那么半杯 就是红酒来喝 那红酒的话呢 对女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会就是让你的肌肉放松 然后呢可以有助睡眠 也会让你在一天的压力当中呢 就是一下子慢慢的就是 calm down下来 放松下来 那因为最近真的是压力蛮大的 七点就起床辅导孩子作业 然后自己九点开始要去上班 上一天的班 然后下班之后还要再继续顾孩子 那么上班的期间都是要 经常去看看孩子 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 或者睡眠不够 所以的话呢 就是最近的话 我都会在睡觉之前 倒那么半杯红酒 我会发现会让我睡得更好一点 第二天就会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继续 有条件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就是那种泡泡浴 然后呢一边泡一边喝点小酒 那不更自在了 就是可惜我家没有那种浴缸 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会一边泡着澡 一边喝红酒的 夫妻两个或者情侣两个 也可以呢 就是在睡觉之前 可能点上蜡烛啊 然后倒上两杯酒 一人一杯 然后两个人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聊聊天 说说心里话 也有助于沟通感情 新加坡的Grab的话 其实是可以订红酒的 就是你在Grab那个app上面 是可以点进去那些卖红酒的商家 他们是可以送货上门的 我就有看到一个女同事 是订了几瓶红酒 然后很快就送货上门了 不到两个小时就已经送到了 非常非常快 以上十点呢 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呢 不要到处乱跑 其实在家里面 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尽管现在很多家庭 由于大人在家办公 小孩在家上课 就是整个家庭一地鸡毛的一个状态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 尽量可以耐住性子 可以跟家人呢 一起就是多找一些 一些活动一起来做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和家人沟通感情的一个机会 这段时间大家是朝夕相处的 其实在生命面前 很多事情都不再重要了 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这种天伦之乐 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也欢迎给这条视频点赞评论 然后让这个视频的活跃性更高 让更多人看到这条视频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